6月26日 《叛逆者》播完了最后一集 即便是在谍战曲 历史剧扎堆的这几个月 这部剧仍然获得了 8.3的豆瓣评分 喜怒不形于色的邮差 始终坚定信仰的渔夫 热血爱国的左丘明 每一个角色都闪着意义的光 结局一出让很多观众一难平 向来运筹帷幄的邮差 还是深死 老季骤然就义 左丘明选择以死兼末 不过讨论度最多的 还是男主角林南生 与女主角朱一珍 支持千里的相爱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 却是很少有人 能拥有一个真正完满的结局 但对于饰演主角的朱一龙来说 未尝没有所得 因为这部作品 他再一次收获了鲜花与掌声 即便是与王志文这样的 老戏古对戏 仍掩盖不了朱一龙 在这部剧中的进步 正如剧中经典台词所说 像是灰烬中拢着的星火 压不住 物不灭 不是所有锋芒都锐利 作为谍战局 叛逆者可以说是 每一句台词都含有深意 每一个角色都有玲珑心思 在一众老毛深算的特务 地下党之中 林南生更像是个 需要步步升级打怪的职场萌心 他不是那种 一出场就天赋异禀的特工 从一个特训班学生 成长为中共地下党 他走得跌跌撞撞 相比起主角该有的沙发果断 朱一龙的好些高光时刻 返倒流露出 更多寻常人的情感 第一次被带进审讯室里 用刑逼供时 他会慌张恐惧 老师沉默群失势 自己即将被遣回学校时 他急得直掉泪 身负重伤时 也会没出息地 趴在地上捡止痛药纸 即使不在同一阵营 也想护所爱之人的周全 相比起尔虞我诈 他更适合当个 常与孩子们 处在一块儿的老师 他将自己的笨拙 青涩 胆怯 不成熟 敞开在观众眼前 也正是因为如此 很多网友评论 林南生是个非典型英雄 他远没有想象中的 那种耀眼锋芒 勇敢威风 甚至有时候看起来 有些脆弱 其实在这个角色上 恰恰能望见 朱一龙的底色 一种堪称温柔的顿感 朱一龙天生 就不是那种 为吸引眼球而生的人 他习惯把自己 藏得更隐蔽一点 社交媒体上 他很少挥发 工作之外的内容 没有作品开播的时候 就自己安静地 在工作与生活中沉淀 上学时 他就是那种 很少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学生 低调 踏实 专注 偏就是这样的性子 他还是在妈妈的鼓励下 靠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第一天上课 老师就要求学生们 半丑表演 同学们都陆续过关 只留他一个人在台上 朱一龙在舞台上 不是放得很开的那类人 同学彭冠英这样说 但他把这样内敛的特质 塑造成了一种 独特的表演风格 就是 纯情 又生动 但在班主任 崔辛勤演中 这个学生 就是一张白纸 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却能看到潜力 要发觉那种 埋藏很深的潜力 需要持久的耐心 一下下早 每到周末 他就跟同学去菜市场 公交站等观察生活 细细扎摸不同人物的特点 那年其中 有一个考试内容 是无实物表演 等待 朱一龙想象 自己拿着两个冰淇淋 坐在长椅上等待 等的人没有来 冰淇淋融化 落在指尖 他凑近了田径 崔辛勤 很喜欢这个表演 很有想法 特别好 也是从这时开始 他才真正摸到表演的门道 开始自己写剧本 改编剧 沉浸到演戏这件事 看似笨的方法 也许恰恰是最适合他的方式 他有足够的耐心和耐力 一点点磨 直到把自己打磨出光 这种光 这种光不是主角的耐眼 而是可以让人直视 而不觉刺眼的 温润的光 绅士的品格 朱一龙的发光 不是超新星爆发那本 盛大壮丽 从无人在意的角落 走到聚光灯最中央 他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 毕业时 他签了一家小公司 演过各种各样 你教不出名的角色 甚至还扮过毛猴 他说自己相信练习 而不是等待 直到2015年 他在《闽月传》中 扮演营记 才算真正在演艺圈 有了性命 随之而来的 则是将他真正敞开 在观众眼前的《震魂》 2018年 朱一龙主演《震魂》 一人分尸四角 挑战之大 千所未有 但是他细腻到眼神的演技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他几乎以炮而红 在这一年中 他十六次登上 最具影响力 演员榜单榜首 整个六月 他的热度连续29天 产年艺人新媒体指数 第一名 2019年第一季度 根据艾曼数据统计显示 朱一龙在商业价值 活跃粉丝榜单上 都位列第一 走红后 他也还是那个顿感的朱一龙 粉丝们形容朱一龙 是温柔而坚定的 即便是在走红之后 他依然保有那种温润的锋芒 有一次 有个叫不做非洲人的网友 向他要签名 朱一龙签完后 特意填了一句 非洲人挺好的呀 他是温柔的 也总还憋着一口气 正如叛逆者导演 周游的评价 朱一龙本人内敛深沉 同时急剧爆发力 这样的后继勃发 是需要演员本人 十年如一日地 尽心积累的 一个个角色演过来 一次次市境跑足 哪怕是一个再小的角色 也会写详尽的人物小传 每一个角色 都是一次温柔的蓄力 只带攒足了劲道 大方异彩 在细节处建生活 朱一龙喜欢暗自较劲 比开更多胆量的眼光 选择过低调而真实的生活 身为演员 在剧中时常要挑战 各种多样甚至夸张的造型 而在日常里 朱一龙总是一派 温文尔雅的模样 打理得干净利落的 深色头发 配上自然色系的着装 传递的正是朱一龙 自带的坚定 而温柔的力量 作为欧赖亚品牌代言人 这种气质 也正是欧赖亚精油染的调性 温和 但出色的让人惊喜 就算不是演员 每个人在生活里 其实也需要扮演很多角色 而合适的发色 正可以为每个角色添惨 相比起彰显个性的亮眼发色 更接近于亚洲人头发本色的 深色系 在日常生活中 适配度更高 欧赖亚精油染 就主打深色系 能运用的场景也更多 对亚洲人肤色也更友好 显白好看 增添气质 又不喧闹轻浮 偏棕红色调的桃木贺宗 很显好气色 趁的人面若桃花 相当体气色 随性打理一下 付一场期待已久的约会 也毫不失色 薄乌陈宗 则能为职场打拼 更填几分底气 显得沉稳干练 自然深色系也各有风采 远观只是寻常 但只要有光 就能反射出细微区别 或是优雅的青木黑鹤 亦或是慵懒的墨于带踪 这或许就是真正高级的个性 你可以不做人群中 最扎眼的那个 但也必定得有 自己的亮色 当然 对于很多陷入头发危机的成年人来说 每一根头发丝都是极其珍贵的 相比起反复去理发店折腾的头发受损干枯 欧莱雅精油染含60%的精华油 染发的过程更是养发 染后发质比染前更好 使用起来也完全不会辣头皮 温和又安全 想要拥有一头亮丽秀发 其实在家也可以简单操作 原价129元的欧莱雅精油染 现在优惠活动价89元 复制下方讨口令 打开手机淘宝天猫APP 即可购买 生活细致末节的幸福感 莫过于此 不需要花费良多 甚至无需用力过猛 便能温柔而出色 温和又格调 正如绅士朱一龙那样 净水深流 苍生踏割 少一些用力过猛 也许正是恰如其分 温和是一种力量 好的 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